所以今天如果天津队在防守方面 出球方面受到对方的压迫 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把球传出来 前面的控球率不会特别高 是 因为双方实力差距确实很大 在传到中路 身后有人赶紧大脚解围了 23号前一秒 这边巴顿倒地 奥斯卡给个直赛球 门将出来 赵长坤 在已久赛季 他也是因为杜佳和杨启平受伤了 上演了中超的首秀 这赛季要被委以重任了 这次进攻打内部很巧妙 长传球 天津队实际上在中超联赛 是一支非常擅长打开局的球队 上赛季前15分钟进了4个球 是联赛第5多的 在那会儿有阿奇姆旁吧 对 他在前场有一个速度特别快的球员 没错 所以说他打起反击来那会儿是非常合适的 反击很大的威胁 对 但今天的话呢 如果真的是像巴顿理想这些球员来担任封线的重任 可能在速度方面反击的威胁方面要差一些 这些球员都属于打游击战那种 是 正经的如果说打长轨战可能会弱一点 天津队在报名大名单的时候呢 也只有门将后卫啊和前卫这几个位置 都没有列前锋 很多球迷开玩笑 天津队最好的前锋 就坐在教练席上 那就是247场进了101个球的余根尾 这次还是打防线身后 孙元杰卡住位置 还是有点紧张 孙元杰在天津队阵中也是一名多面手啊 边前卫边风都能替今天打在了边后卫的位置 李洋 在天津队阵中当中啊 常规出场次数比较多了 就是宋岳在中甲的时候 出场次数比较多了 就踢的比赛比较多 剩下好像都出场率都不是特别多 前一秒去年踢的多一些 他慢慢的在足球杯也能够获得一些赏机会 对 外围低点 慕依没有拿下来 45度再控制 安鲁托维奇 进去里面三点包抄 突一步 铲船往中路 卡达尔解雷 卡达尔可能很多球迷 因为他在山东队能力不够啊 但是来到了金门虎的话 绝对是防线中间 对 正面防守能力非常强 这次如果换成洛佩斯或者奥斯卡来抢的话 可能稍微好一些 这边 队长宋岳可能有点受伤 他在上赛季的中甲成功铲球40次 是联赛缩宣第四高的 而且别看已经29岁了 转身速率并不慢 产球的成功率 只比一个人低 这个人就是海港的球员王申超 所以今天在中招赛场上 可能几个 抢劫能力比较强的球员 都是正面对话 你王申超这位置 铲球还可以 但中尉还是要小心一点 是 尽量别把自己重心都扔出去 对对对 太多的下地会很有风险 风险很大 看这边 吕文君 还是坚持打内部 新赛对于海港来说 解决霍尔克离队的问题 主要就是五个字 解放奥斯卡 把他放在左边峰内切 另外就是减少在佩拉时期对他防守上的一些任务 没错 因为胡尔克在的时候 可能对防线也是个压力 对上考的防线也是个压力 他走了之后 可能这个球队会变得更平衡一些 现在从单兵爆破 要变成这个团队进攻了 莱克 1718赛季带布鲁日 拿到了比甲的冠军 也是那个赛季的最佳教练 进攻的想法 非常的积极 看看这次奥斯卡还是内切 起脚直接打了 就被队友打出来 左脚长传 这就是天津队这个赛季最大的问题 反击的效率 没错 他前面没有个速度坏的 所以说更多的长传球 可能尝试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球权一直在海港队的脚下来控制 王胜超换左脚起 这次又是卡达尔出来 对 这种球对卡达尔正面来讲 是他的擅长做的事情 背伸 转不过去 只能交队友 看看接球 还不错 周通的技术是没什么问题的 后面给个对抗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适当位阵 虽然时刻离队呢 但是海港这边在中卫 打三中卫的话绰绰有余 对 这种后度没问题 今天他有引进个李昂嘛 前一段时间在国家队的表现也非常好 是 有李昂 贺冠 魏震 包括余瑞 余海这都能踢 对 但在第一阶段呢 海港队怎么样去给李昂找一个防线的搭档 这个很重要 因为麦斯多罗斯基这个重伤啊 很多比赛都打不了 奥斯卡倒地 进攻还在继续 依然走内部 李昂也上来 李昂这名球员的进攻属性是非常高 是 有空刀 看看 背身后脚跟一颗 直接打门 到远端 这一下 竟然击飞了 应该是越位了 李卡多佩列斯 多佩斯 当然这个球的话呢 不管啊 边才有没有举行 你先要把球打中球门范围 是不是 所以莱克也很着急 确实越位 莱克呢 研究天津队这些球员呢 也比较透了 因为卡大尔这个位置呢 他正面防守真的很强 问题就是转身速率 对 所以说这阿闹托维奇 一直在这卡大尔和这个宋岳和这个 李松毅他的身后 在身后寻求一个 向身后差的一个阶段 来 投球争强 李翔 二点球没有拿下来 用一座转移 王世超 依然是一个纵向的传球 朗里斯 他其实打右边锋的位置呢 也不是很舒服 比他当初在全美现代场上 把进攻端的自由度要差了一些 这场比赛我看这个洛佩斯 应该是 也是在两侧 阿闹托维奇自己在中间 是他在两侧游异 新赛季阿闹托维奇应该就是担任这个箭头中锋了 毕竟是有一定背身和身体对抗 对 看看定位球 海港队的定位球 脚球后门都是上阶中超最多的 看看 开起来 一点先挡出去 对号高家润 上阶队教练佩雷拉对脚球定位球 没错到门前 这一下 又没有把握过机会 他边前应该是又举棋了 这场比赛上港对这个边 新门虎的边路和内部 这个冲击还是很严重 打得很坚决 对打得很坚决 这一下呢 其实天津队的23号前余秒是拖在了后面的 沐依经常出现在这个宋岳和这个苏元杰的身后 漂亮的摆脱 在长船 落点还是不太理想 你这会儿看还是这个上岗 因为他更换 阵容更换不大 岁源之间踢的比较熟悉一些 相当的稳定 对 清门虎可能换的人确实太多了 球员在场上互相还需要比赛来去试用一下队友 是这样 在9个月前中超上赛季的第一轮 两队也是相遇 1比3输给海港 那场球天津队16个人里面只剩下5名球员了 而海港的16个人里面只走了4个 石克林创意 阿玛多夫 胡尔克 框架是在的 看看这一次巴顿 中路观察 单对单的机会 这下没有过去强行船 也要到了一个角球 角球定了球是清门虎的一个机会 对 阵地战你很难攻到对方30米区域 没错 而且包括卡达尔李松义 这都是在有一定投球能力的选择 是 这下镜头刚才给到的就是阿波拉罕哈利克 今天的中超首秀 今天只有19岁 但是身体条件很好 已经有1米86的身高了 今天在中场 会更多的给沐依做一些保护和拦截 但他其实也是进攻擅长的 牵开脚球 开起来到中路 投球顶出去 还有 18盾 并不着急 因为卡达尔还没有回到防守位置 到胡顶 连续的配合 周通传这种小球啊 其实能力是有的 你的身材不是特别高 对 1米7的身高呢 可能对他在中超的对抗啊 有些限制 踢个边路还是可以 没错 大局观啊 经验组织在天津队还是有用武之地 也是第二次在天津队效力了 15到18赛季 这曾经是在天津踢球的 你看沐依又去了 又来了 对 沐依会经常出现在宋岳和这个 他觉得苏元杰的身后 没错 上岗踢得很耐心 好像对这个比赛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他们在赛前呢也明确表示了 这辆球对天津队不是很熟悉啊 所以要做到以我为主啊 就是争取自己控制局面 打好自己的内容就可以 往内线走 到进区里面 背身 停一下 再交队友 先下地铲球了 表演还有奥斯卡 过去 间队在进区里面 人多势众 这下背后有犯规 阿布拉罕 这个球员呢 一路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 因为从小他的父母都不支持他练足球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当初甚至在沙漠里面踢了好几年球 因为也是来自于新疆的球员 2018年清超联赛的金靴 当时进了19个 所以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也会 也许会被莱克啊 推到这个前腰的位置 其实上岗也在寻求一些年轻好的年轻球员可以登场 是 因为整体上岗这个年龄也是有点偏大 30岁以上的球员也非常多 也要做新老交替了 没错 得一点点的交替 用这些好的优秀的球员 一点点带出来一批好的年轻球员 其实在热身赛之前呢 海港队是十场比赛都不败啊 用了很多信任 看看这一次奥斯卡 又杀进来到他表再传 还是被封堵 之前天津队在抢低点上做得非常好 李文君再起地平球 高家润 看停 还可以观察 这个时候沐依从身后杀出来 把球断掉了 李松毅和宋岳一定要小心了 在他俩身前的这个位置 总有人会插过来 刚才阿脑拖一起就是从两人之间啊 在王志导说话的时候 斜刺里杀出来 没错 如果这个球很好就传到了 这是很有杀伤力的 现在阿脑又到了另外一侧 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啊 这种球对天津的防线是挑战 没错 但是对于刚刚过32岁的阿脑拖一起来说啊 他的体能也会受一些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踢球实际上这个无球跑动并不多 所以频繁的这种无球的冲刺 是不是这个体能能顶得住 也要打一个问号 你就看其实洛佩斯更应该出现在这种事 是 这种差上洛佩斯再多一些 让阿脑在中间等待洛佩斯船中或者是到三角 阿脑在中路打最后一项 然后让洛佩斯做之前的一些我们所谓的进攻端的脏活累活 没错 这样就够合适 三角进攻会变得够立直 是 所以一会儿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交叉换位 才别人哨响了 这边天津队有球员呢 受伤 倒在地上可能被击打到了面部 所以说莱科这教练还是很有想法 因为你一看他在组织这次球队的时候 在单一场比赛 对对方的这个某一个点的这个进攻 是非常清晰和明确 是 这是一个对抗当中的正常接触 16号理想 奥斯卡还是站在内部的空间 一直在看远端 李昂也上来 但现在呢这个球的运转呢 有点停滞 适当的可以转一转 没错 因为押 防线押的给新门火队防线押的比较深 运一又去了 到内部 母一 强行起球 但是边才认为球还没有出界 非常奋勇的拼押 选手 选手 苏元杰 来这边双方球员 苏元杰的第一下动作没有太大问题 还是都是第一场比赛 是 但是第二下 右手 灰摆的时候呢 打到了 牧一的面部 挖了一下 那都是第一场比赛 好久没这么真枪实战的拼押 心里都有一些火气 所以这个球员呢也是 有速度有拼劲 今天在左翼 他的压力啊 王主任也提到 这确实比较大 其实比较大 他时候牧一一直在在正后 对 金门虎区域结合定人的防守 开起来到中路 他没人哨想 认为是海港队的为敌 目前看这个上岗对这个角球这个赛数 可能没有 还没有太多的变化 去年其实佩雷拉这个教练 对上岗的这个角球定位球这个赛数 是很多变的 是 他有时候跪在前点 有时候跪在后点 海港队上赛季呢 定位球后面有15个中超最多 全队48%的进球都是定位球 脚球也是第一位 那佩雷拉的体系就是比较务实 善于利用定位球的机会 没错 本身到了后期呢 防反也经常会打 但是莱克呢 是那种我要进攻 这个风格一定要打出来的教练员 他球运转的线路非常非常轻实 说打你内部的时候走边路 打你内部 沐伊和奥斯卡一直在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金门虎的这个前卫线的身后阶层 没错 因为今天海港队是完全控制局面啊 所以今天在中前卫位位置上呢 实际上 阿波拉罕和沐伊受到的压迫并不多 因为天阶队防线是推的很靠后了 对 所以再转移到边路啊 这个关键节点方面 海港队是不受到任何的挑战的 看这次 李响在观察前面队友支援还是不够多 所以李响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中锋嘛 他回车很深的话 其实他面对的就是沐伊和这个阿波拉罕的这个防守 他都碰不见这个上岗的这个中位 对 没错 高家润这脚球呢也给的太着急了 金门虎如果想在反击中有一些想法的话 那一定要理想 能面对最起码能看得见对方这种位 在做一对一 可能才有机会在面对球门去射的 要给他更直接的进攻机会 对 像我们前卫现在快一点 我们看现在海港的这边沐伊甚至就打到一个前腰的位置 中前卫只有阿波拉罕一个人了 前场是斯达外援 阿努特维席 再加奥斯卡 左边路分 李文君 不带球钉 往中路再来传 第一点还是成功的封堵 编才再次举棋 今天的编才是胡承军和西飞 这球没有问题 这经常越位也是证明这第一场比赛 欲望有点过于强 是 越位是0比4了 因为海港队呢 深知这场比赛只要进第一个球 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去打 但是现在打到了20分钟 还不是他们预想的局面了 在心态上可能会有些着急 对 因为金门虎只要一丢球 就得有9个人在他眼前防守 这个是非常难 全世界破这个战地战 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协线转移 尝试拉开宽度 再交李文君单最单 面对前一秒 没有选择偷 再交奥斯卡 依然是看后点 还是左路 强行过了 内切之后 球没有给出去 李文君 这个球呢 给的稍微有点深啊 拼进全力再拿下来 还得换右脚 因为李文君是个右脚球 是 对于他来讲呢 这种上下飞奔啊 体能要求也很高 无论如何也32岁了 是 母一先停 这下周通的防守上得很高 很快 这时候金门虎 对金门虎 不是很有力啊 再拖起来 投球 他的想要脚球 但是并没有给李松毅的 防守位置占得不错 现在其实对金门虎的防线 是个考验呢 因为 现在金门虎防守的强度 已经比刚开场 这时候弱了一些 哎 下来点了 毕竟对方 海港这边呢 是这个不断持续的施压 对 如果说我们不能更多的把球权 控制在脚下 那被消耗的可能会更大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金门虎前20分钟 三中卫 这个体系占的还是不错的 也许考虑到 约各位知道 只有这么短的准备时间啊 没错 调教还是看得出来 对 李翔想绕球转身 没过去阿波拉汗 年轻能拼 球断回来 这下还不错 苏元杰但是转不了身 双人的逼抢 这就是莱科这个赛季的特色 他的球队 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 非常凶 嗯 开始给了脚球 所以莱科这么有经验的教练 应该能知道 可能如果说想要这场比赛 脚球定位球 他必须得需要多下一些功夫 交叉跑位 到中路 第一时间先拦出去 还是高家润 这种控球率比较悬殊的比赛 你外援中卫啊 重伤之后的这个影响 目前还是感受不到的 再来看 继续传 卡达尔 卡达尔发挥了 这种球对于他来讲 是最擅长的 是 你只要别太多的打我身后 打地面 基本上这种高空球 反正 安岛托维奇不是传统的真点性中锋 而我是正面防守强的中卫 这点我肯定是擅长的 如果说一个高球 到了这个阶段 对于天津队防线的体能要求太高了 因为这个节奏太快了 上岗一直在压着这个半场体 高高跃起 点球点前面 一个狮子甩头 因为安岛托维奇和其他队友 已经把天队的中卫呢 全都压到了小禁区里面 所以他这个位置是样式空的 5-1 5-1 左边 李文君又上来了 再给他右路 继续中间 在船中 这下门将和后卫相撞 卡戴尔施毅和陶尚坤 鸡掌 这球配合得还不错 新门虎这会儿有点危险了 是 有点跟不上 明显就是跟不上节奏了 有点 这个时候就只能靠 一个人知道赛前所说的 这个抑制品质了 对对对 但是咱们讲句老实话 30分钟不到 就靠抑制品质来拼 这个比赛确实太艰难了 剩的时间有点多 是太多了 控球率3-7开 再起 这次投球 球进了 阿闹托异齐 打进了本赛地 上海海港的第一个进球 1-0 在25分钟先下一场 还是一样 上岗还是利用这个内部 这个45度啊 包括这个传球球来解决问题 因为这会儿确实是 金门虎在这之前的这个 5-10分钟 已经这个防守强度下降了好多 确实 对这个上岗这个持球人 这个压力已经不足够大 所以说很容易了这个进球 来看看这一次啊 非常坚决的再传 那这个球呢 因为给了提前量 不是原地的争顶 没错 这样的话金门虎的防线 就比较吃亏 我看卡达尔失去了位置 对 而李松毅呢 也是在阿闹托异齐身后 看得出来前面遇到了一些挑战 来自于天宁队防守的挑战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体系很自信 没错 这就是常年在一起 而且教练一直 一直都是这些人在一块体制很重要的 是 对球队来讲稳定是最重要 而且他的再出这场比赛非常明确 就是在内部 再起 老师超再叫沐依 中间奥斯卡也过来了 奥斯卡是上赛季中超传球总数最多的 1400角 还是掉过来再投球 人仰马帆 这下前一秒拼尽全力啊 去影响吕文君的攻门 还是同样的位置 所以说金门虎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位置上 防守压力一定要给对方大一点 是要称赞全力秒的这个拼搏精神 不过他之前确实自己已经丢到位置了 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他是另一侧的嘛 他不是他同侧的 他有需要提前的预判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这样 高空球去开的话 看看争顶成功率怎么样 一般来说很难 确实没有高中锋 理想上头球不错 但是背对的这个对方球没顶球 也不是他擅长的 对 而且他身高只有1米83 而对面呢 位阵1米90 李扬1米88 贺冠稍微矮一点 但是这个运动力也很强 对 再起 确实压力太大 对新门虎来讲非常困难 队友出来接一下 李松义 背身 背后里有个轻微的对抗动作 上赛季呢 海港队小组赛 其实只丢了11个球 中销非常少 所以防守的框架本来就不错 对 不过这种比赛呢 对于海港来说 可以多去练一练李扬的出球 这个重任呢 原本给麦斯多罗维奇受伤之后呢 因为在江苏我们知道 米兰达主要是负责出球这一块 让李扬还是主防 对 这种绝对优势的局面下 李扬我们今天看到 前20分钟不断的来到前场 参与进攻 可能也是希望莱科 让他尽可能多 融入球队的传控进攻体系 因为李扬他本身有具备这个能力 哎 有能力 刚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教练 他需要适应一下 教练对他新的要求 是的 因为进攻也分好多种 有带球 有传球 直线的和斜线的 他得了解一下莱科 到底需要他用哪种方式进去 是这样 右打进去里面先给个对抗 金门虎迅速的把球拳交出去了 这么体会非常累 现在金门虎 海港一直用传球来调动金门虎的跑动 本身就体能储备一般了 看这边奥斯卡 还是往内摆 再传起来 再传起来 投球给我们来投进了 2比0 这次进球的换出了李文俊 奥斯卡招牌式的 兜到中路的船中 中路有三点包抄 已经有三个人了 来客在场边鼓励球队的这次成功 进攻得分 第一个球丢完之后 对于金门虎来讲 可能在斗志上 心气上马上会下来 嗯 这下高高越起抢在卡达尔之前把球顶进了网窝 这球根本就不是卡达尔区域的 卡达尔有投球能力也帮不上 他还是得被动 对 也离得稍微有点远 对 那不是他的点 现在金门虎 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 那必须要 让里面的人跑出来一些 在外围给奥斯卡 包括船球 木翼 这些船球人 有更大的压力 要不站着瞄着完中间船 那中间那些人进攻太容易了 没错 一定要想办法扩大防守范围 扩大防守范围 一个是三中位 要多呼应 第二就是后腰这个位置 王指导说了 你要么多顶一顶 要么就去多保护一下防线 对 高家润和从振要在两侧移动的 再迅速一些 但是今天 我们都知道 从振这个球员 他本身呢 对抗一般 脚下脑子都比较清楚 对 他是比较进攻球 比较倾向于进攻 说起来的话呢 风格有点像池仲博 偏进攻一点 对 防守给他 一些后腰的任务 很难完成 所以六号高家润 我们看到在中圈边上这个球员 他的这个 今天的比赛 重担就压在自己身上了 所以说沐一那边 为什么老能穿重 奥斯卡为什么总去那边 因为从振那边 确实他是个前腰球员 对 他可能在那边防守 就不如高家润这边更好 所以现在一定得需要这个李松毅和这个宋岳 再顶出来一点 再多一点 给这个前卫线 给这个高家润和从振身后有一些保护 是 要不然的话 一对一 面对沐一和这个奥斯卡的话 高家润和从振一定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来 我们看到余根伟在场面不断的示意队员们 比赛才打了三十分钟 赶紧把自己的节奏稳一稳 五一漂亮摆脱 再交 奥斯卡练部空了 先停 还有机会 但是第二下没过去 奥斯卡练部空了 奥斯卡练部空了 这个时候把节奏放慢一下也是一件好事 是 高家润这个球员呢 其实 是从广州城预备队转到金门虎 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郑凯木啊 买提江的轮换 包括郭浩 这么多年 等到现在终于有一个出头的机会了 他这个球员 我在泰达那个时候 之前叫泰达的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在一线队了 那时候很年轻嘛 但是他是属于防手型的 他拼墙啊身体也很不错 但是他踢球的方式还有一些愿意冒险 所以说开始他是踢中卫嘛 对就开始踢中卫 对对对 然后就因为他具备冒险性嘛 所以说就给他一直踢到后腰 后腰一直在表现 这么些年也没算特别进步吧 所以说一直保持在当年 还是当年那个水平 关键今天呢 金门虎的中场啊 赵英杰因为有伤 没有进大名单 嗯 所以就算是换的话呢 可能还得想怎么调整 没有人了 因为郭浩已经走了嘛 去年这支球队的这个 一直打的后腰已经走了 所以说他一直还没找到 这个更合适的后腰人选 来看看刚才和沐依的一个无球对抗 看起来是可以坚持的 球队需要他咬咬牙继续比赛 没错 只有他一个这个防守型 对 今天赵英杰 谢维军呢 都是有伤 没有进入到名单 这也是因为集结时间太晚了 然后再去训练的话 是很大的冲险 会几乎是受伤几率 严俊玲 李扬 阿伯拉罕 莱科呢 在休赛期啊 有一点可能是 比较厉害 就他用人只看表现 所以很多年轻人训练赛 得到了大量的机会 内部又来奥斯达 左脚起 到后点空了 先停 谈目一调整 往外走 往外走 再转 包括像阿伯拉罕呢 像陈纯欣这些球员 都是在热身赛里面 表现非常好 所以慢慢的都会有出场机会 是 香港呢 看出来他一直 也想要培养一些好的年轻 特别年轻的球员 来平衡一下阵容的这个年龄 本身在国内的梯队里面呢 海港队就做得不错 嗯 他相当不错了 青年队这个全会的比赛当中 基本上都是冠军打军的那种 而且莱科啊 在海港度过43岁生日的当天呢 没有选择去庆祝 而是做了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他去重庚岛 拜访了徐根宝指导 一方面呢 去取取经 因为海港这个球队 很多来自于这个根宝基地的球员 嗯 他一个根宝基地 也算是上海足球的一个名片 没错 来到上海可能都得去看一下 入山门先拜佛 对对对 这本虎必须得有意识的 投入一些进攻兵力了 理想现在体能可能也出现了一些 顶不住 明显看就已经顶不住了 对 眼前有球已经 心有余力不足 是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另外一名外援 边锋伊洛基 看看到半场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上场 毕竟他是速度快的 漂亮的摆脱 再交 巴布继续转 压迫来了 卡达尔 往中路再交 从振 从振 从振拿球之后第一线呢 有点荒 把球前要交回去 嗯 他也是新来那个金门虎 周围队友也不是特别熟 有时候他觉得 那个地方应该有人 但一抬头 好像没有队友在那里 他就得被迫下一个选择 在这时候一个犹豫 可能球就丢掉了 这个阵型看得很清楚 一个5-4-1的站位 没错 金门虎这边 奥斯卡拉在座 摆过篮左边 李扬 李文君拉得很靠外 背的就是给队友争取空间 推内部 还是别露内部这个空间 金门虎的教练一直在指着李文君 这点不能放 你看沐依还在这个苏元杰的身后 对 转过来了 一步就过苏元 起跳打棒 到近点 这下图伤棍准备比较充分 把球站起来 今天啊沐依就像王正导说的 踢球聪明 就贴着宋岳来踢 对 宋岳一旦看不见他 他就跑苏元杰身后 在内部空间寻找自己的得球机会 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提醒那个 这个宋岳和这个李宗一 嗯 看看到近区里面了 阿顿背身 转步过来 湖顶的位置 右边有前一秒 转左边 薛元杰 大队单 面对王神超 过不动啊 只能传起高球 但这一下颜具灵 轻输远臂 把球摸手 好消息是呢 天津球迷看到了金文虎进攻端的一些积极的信号 对 其实可以传递 放松下来 可能还可以传一些球 就可能是实力上差距比较大 但不是说完全踢不了 没错 又来了 老根再磕 奥斯卡起到后点 应该是还有队友 王神超过来 再转 胡顶直接打门 那就奥斯卡 奥斯卡开场之后 无疑是最活跃的海港球员 嗯 他确实比其他中国球员高 好几个档次 确实 他拿球没有人都抢得到 对 今天的传终 送出了助攻 再来看这一次 又是帮助队友取得进球 是 两个助攻 都是世界级的传球 是 上赛季本身奥斯卡 就是中超助攻的第二位 只比梅泽耶夫斯基少一个球 而且关键传球呢 也是排在中超第二 39脚 别拉是40脚 赛前 王尔导侯也提到了 续约奥斯卡就是最强一员 是 他能续约 他能留在球队 这就是最棒的一件事 中超现有的规则 少说一年 多了说两三年 真的很难再欠下这种级别的球星 没错 而且奥斯卡本身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上 非常的认可 他在这里也受尊重 对 而且准备呢 是投入一些资源到自己的一个清训足校的项目当中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哎 如果说投入他能把这个整个这个中国足球这个足校包括整个教育都连到一心 那就更棒了 这下就没白花 对对对对 这个人就没白来 哎 贫下来了 但是理想一个对抗 这下没有办法 阿不拉罕卡住了位置 全怕少壮 19岁对上30岁 这移动能力包括都是差的级别 李翔也是在天津读坛很早 10年就报名在天津一线队了 但是没有得到出场机会 也是11年前了 那会儿他也是19岁 对也是非常年轻 但是那会儿看身体非常不错 再转来奥斯卡 如果我们半场有热点图的话 他的活动范围相当可观 四处都在齐 天津队半场的话要做调整 有这么几个选择 边路的外园伊洛基 然后中场的陈克瑞 可以考虑一下 这都是进攻选手 那一方面金本虎这样比赛 肯定是希望别输太多 防守阵型得保住 另外能进一个 其实我相信天津的球迷 应该会觉得赚了 进一球 能看到这个球队有希望 在进攻中可以 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么短时间内 还能获得进球 罗美斯对卡达尔想过 没有轻易让他过去 那您觉得对于金本虎来说 第一阶段呢 可以给他们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把这个整个全队的体能 能达到一个正常可以参加比赛 这个能力 因为这太难二十天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都是人的 他不可能 谁也完成不了这件事 他必须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解决这件事 天津队的这个备战 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没错 那对他们来说呢 后续的调整机会 在第一阶段五轮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让路国足备战四十强赛 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多月的休赛期 加上一个二次转会的窗口 这个对于金本虎来说 是很好的调整机会 没错 等在第二阶段之后 这次球队会就比第一阶段好很多 好非常多 来了 看上这边的定位球 还是奥斯卡 到中路 双拳打出去 没有打远 直接起脚打门 一个谈地 安诺特维奇 一下没停好 再加上路克斯 扫射 单长 把球克中的底线 承桑坤 承桑坤刚来到这次球队的时候 并不是首选 第二门将 第三门将 这种机能选择 但是确实到后来的时候 最近可能拔出了一点自信 是 底下没停好 再章的会斯 自己不点呢 也是差点意思 开个短的 这边木仪空了 再起 门将没出来 投球 二连的争强 二连的争强 应该是越位 边才应该是举棋了 来个快发 好机会 看看周通 一对二 阿波拉罕也上来 今天阿波拉罕 年轻能跑 覆盖面积也非常大 但是一个折转变现 周通脚下活真不错 上来人太少了 太少了 这下路克斯断掉 周通晃了两个来回头 回头还只有理想 还是没人 没有人 上岗已经回来五个人了 是 而对于海港来讲的话呢 他们在第一阶段呢 是要 努把力去拿分的 因为比起其他的 争贯球队 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其他争贯队的 巴西外员回不来 对 而海港这边四大外员 早早的就归队备战 这是球队管理方面呢 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是 所以第一阶段 这个赛程啊 如果今天顺利的战胜了金门虎 一个开门红 后面要打国安 但身花亚太和大连人 二三轮不好提 所以他们需要在第一轮 拿下一颗定心丸 这个赛季海港了 可能球迷朋友们 定的赛季目标很务实 有说保五争四的 但其实 低调了 这球队是有前三 甚至争贯的实力 但一定要做好第一阶段 因为这就是你们天然的优势 外员 人旗 开始趁着自己好的时候 一定要多拿分 要多拿分 多攒资本 对 等到后来都调整这七七八八的 差不多了 可能那时候 你再想要谁都困难了 是 那会不好提呢 那你有第一阶段的容错率啊 你会好受一点 没错 没错 木一 到了一波木一空了 给到 再一个反跑 强行船 上不上上帝五十六 一分钟的时间 左边路由李昂 阿伯拉罕给过去 那李文君又回到自己 非常在左边啊 非常极限的一个拉边位置 这应该就是教练的布置 他和王神超 充分利用宽度 再起 到后边 那这下 陶上坤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李文君先拉开之后 他能把内部的空间拉开 是这样 他把前一秒拉出来之后 他势必李松义就得从中间跑出来 对 这个时候在内部 一旦他李松义要不跑出来的话 那奥斯卡和木一 就可能从那个内部空间插进去 所以两边 这两个翼位一拉 你边后位跟不跟 你不跟的话 我可能 传承突破 你跟的话呢 中间 我三四个外员在这摆着 你又是只有三中位 一旦后腰 掩护不好的话 就容易出事 没错 唐日记一声哨响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 上海海港队呢 前20分钟 遇到了金门虎的一些阻力 但是随着阿脑拖一起的投水破门 奥斯卡的两次助攻 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 2比0 暂时领先金门虎 来看看战术分析 第一个进球 第一个进球是上港还是在边路 整个其实上面是上港一直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在边路 先到边路 然后在内部一直有人 在这个金门虎的这个前卫线的身后 奥斯卡一直埋伏在那里 如果进不去还是分边 分边之后还是要拉扯 先在内部拉扯 中超第一轮 天津金门虎队上海海港 下场比赛开始 天阵队这边理想了 一上来就加强了紧逼 中方肯定也是步子 0比2落后必须得做出一点改变 而且前场断球了 毕竟上半场是零射门 而且刚才理想突然这一逼 严俊林稍微有点凑手不及 这个球准度传的还真有点偏差 他们这边呢 海港队的防线啊 上半场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 所以稍微给点压力可能会有不适应 但是很快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会尽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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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通 这是一脚受迫性的传球 一脚传递正面 卡达尔先顶到 外围还是周通 100 就踢得挺巧妙的 半场过后呢 海港没有做人员调整 门将还是严俊林 三个中卫二号李昂 十三号卫震 二十八号贺冠 中场中路呢 三十六号阿波拉罕哈利克 和十九号木一 两亿是十一号吕文军 四号王神超 前场的三差底拿球到奥斯卡 大队单传起来到中路 首先打出去 但这一下 贝勒维斯补进了球门 三比零 可以说是误打误撞 但是呢也是海港队进攻的顺理成章 这场比赛就一种战术 一直打到尾 身后到尾 边路 内部 边路内部 反复不停地在这 在这冲击 但是看得出来 莱科对于球队的执行力 是比较满意的 嗯 他在这里获得太多机会了 而且 这么多的防守队员 在唐尚昆 把球打出去的这一刻 点球点的位置 完全空掉了 嗯 所以路费斯直接收下大礼 也是打击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中超进球 新赛季接过了胡尔克的十号球衣 海港也激励他 能够拿出更好的表现 他去年来的时候 确实表现就很好 这边路就居多嘛 一直也左边多一点 胡尔克在右边 所以说他在那时候表现 其实个人能力已经很强了 海港继续来投入进攻 紧的没有太远 再倒地打完 超进了 阿拉伯维奇 没开二度 这样的话是在两分钟之内丢掉的第二个球 天津队的心态出现了问题 其实还是体能上的差距 所以随着比赛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大 是 宇格伟在场边 还是示意队员们抬起头来战斗 这个时候就是加油了 没有别的了 精神带动 记载术 今天宋岳的整体发挥呢 坦白来说不是他的一个正常水平 还是有点低迷的 一方面他所在的这个左类部压力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全队呢一直是被压着打 整个后防线其实从精神上这个压力确实是摧残的 这样的话4比0也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目前为止的最大比分差距 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个比分会不会还要扩大 所以天津队呢 可能在场边要想想办法是不是要做一些人员的调整 其实底下做的人也 现在对场上的一个帮助 只能做后华线条 就是说只能抑制一下 现在抑制一下这个 这个比分再度被扩大 是这会儿呢 对金门虎来说就不是说这个进不进球的问题了 是尽量少丢 因为我们即便都知道金门虎开局比较困难 但是如果真丢了 假设说五六个球 那对于全的心态可能是非常大的打击 对团队来讲 确实从心里从面来讲确实压力会变得更大 刘山尔像是 来 去到周通 还是很拼 卡住了位置 没有得贺贯 苏妍杰也上来了 周通在观察 卡达尔再转 球又丢了 防线队友还没有回来 罗贝斯在要 想要一个直塞球队友没给 再白个罗贝斯 转到右侧 马上超在 再起 到后点 先摆出去 二点球赶紧解围了 依然是海港队的持续高压 海港队再进了第三个球之后 做了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想趁你病要你命 我还想再接着进 是他整体三条线的位置保持得很紧 一直在金门虎的半场 还是那部木一 穿个短子 没有说三比例领先之后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说是稳了 就不投入进攻 依然很渴望再得分 比较的投入度一直都在 是 北深理想转过去 脚跟一磕周通 阿布拉罕哈利克今天在全场的覆盖和拦截 对得起来客对他的信任 是他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球员 就中场的防守的覆盖面积非常大 而且就是踢球进攻的时候非常简单 把球交给奥斯卡木一 或者是交到边路 对任务很纯粹 对 又是周通啊 天津队要组织进攻 看起来呢 还是得依靠脚下活比较细的周通 孙元杰上来 右边队友跟进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 受到体能的困扰 再给巴顿 拉出来李扬 巴顿在国安踢不上呢 来到天津队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 征顶 二连球 控制住 从阵 没有拿好 看看海上的反击 三船两倒 这就已经推过中场了 单对单 这是洛贝斯喜欢的局面 拉出来一步过立综艺 内切起脚直接打 卡丹的封堵 这门虎难呐 攻出去一旦丢球 而且是大概率要丢球 那反击我回不来 对 洛贝斯一旦给他空间起诉 这球就很难了 能回来也基本上是 就只能是看着防守 就可能是动不带动了 不攻吧 一直被海港压着 迟早还要丢 比如说这一次再传起来 单掌拖出去 腾上坤 真的是一个两难境地 抑制对方进球 可能现在显得更务实一点 更务实一点 这个赛季呢 效力天津队长达17年的 34岁老门家杨启鹏 没有进入名单 加上杜家离队啊 所以腾上坤可以去打一个先发 是杨启鹏因为腰伤 现在还没好 还在家修养 调过来打一个战术 头球再一把海球进了 5比0 洛佩斯同样的没开耳动 很好的脚球战术啊 其实可以看一下 这个很好的脚球战术啊 所有人就把前点跑 洛佩斯在这个点球点 等着这个奥斯卡把脚球 发到点球点出 然后洛佩斯很简单的放进去 没错 我们上面上提到过海岗队 是上赛季中超定位球 破门效率最高的球队 这边换人了 6号高佳润 替补下场 换上24号 海涛宇 中场的一个队位调整 理想应该是理想吧 换下理想 理想跑不动 这现场确实也没有压力了 半场的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去考虑换他了 是 因为考虑到坏人名额 安排 因为确实也没有前 队内也没有前锋了 是 官方给的报名的大名单 就只有前卫后卫和门将 三篮 天队里面最好的前锋 都在教练席上啊 一前一后 王俊和余根伟 对 当年的这个封线搭档 但这会儿不能 我行我上啊 还是得靠球员们场上去 努把力 射门0比13 阿姆托西再传到后点 外卫再打 推翻机了 而且在前场呢投入了五个人 从队 苏文杰 他其实也有一定的内切能力的 今天 因为比赛的情况也上不来 外团 外围 从这没有拿到 还刚对反击的好机会又来了 四打外援 这下想战术犯规 没有拉住 嗯 陪桃宇 上来之后拉着一下 其实对天然队的角度来说是对的 真的要起诉了就拦不住 没错 嗯 因为受于体能 确实对持续的压力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不光是李扬啊 这边贺冠也上来了 嗯 那这个站位 可能除了文将严俊宁之外啊 全都来到了对方半场了 没错 嗯 魏震在后面 嗯 魏震保护一下 嗯 因为他没有前锋现在 再给 先停 再打 6比0 阿脑托维奇 在中超的第一轮 上演了帽子戏法 而且天津队啊 在最近丢球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 这个心态有点崩了 再来看 远端 王神超 阿脑一直在要 这个三中卫现在就形同虚实了 因为对持球人没有压力 后排基本上都是擦的杆 就没有什么防守 你传球质量太高了 是 嗯 这种球就目送阿脑托维奇 其实他地下停的呢 不是最完美 但是留给他调整的时间很充裕 所以随后从能打进去 这边再换 还是从中后场 陈克瑞上来了 就再调一下 换下了苏妍杰 苏妍杰 体能消耗非常大 尹克瑞在中场有不错的进攻能力 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打回 返回颜面的一球 换下了队长 宋岳 应该是有个变阵了 哎 来 宋岳下来看看是不是要打四后卫了 队长球标带在了卡达尔的臂膀上 好 巴队现在自己顶在中间了 是 而且呢 35号聂涛也出场了 这也是老天津队的球员啊 这个边后卫 是 左边后卫 但是年纪比较大了 今天34岁了 从这 再转 视野很开阔 看低线 停的不错 单对单 面对刘文君往内线走 连续的调整起脚 直接打门 今天天津金门虎的第一脚射门 奥斯卡 姆依这下也没有挺好 莱柯在场边的队队员还是以鼓励为主 一直在鼓掌 这么多的精胜球 一场大胜 对于海港后面连战国安身花 心里面的底气是比较足的 没变还是一样高家润拉 我就打了苏润那个时候 我也那个位了 球员之间还是太双熟了 因为从来都没在一块提过比赛啊 确实是 去年的12月12号 老天津队的最后一战呢 在足协杯的半决赛打江苏点球 那场比赛的11人首发 现在8人都已经离队了 只剩下头上坤 白岳峰和前一秒 白岳峰因为是老将 球员街教练 比赛可能新赛季踢的不会特别多 看看二点球 有一个身体接触 才发现球没有问题 再长传 阿脑托维奇 上赛季进了7个球 我们场面听到天队的教练组说 别动手 别犯规 再转 李扬要直接给了 底下李宗益 在这个区域 不给持球人压力的话 孩子会更危险 是 扫船 直接到门前 其实很放松 海港队呢 在上赛季的中超是下半场进球最多的球队 一方面球员的能力强体能好 另外一方面呢 即便我上一些轮换的球员 这个阵容的厚度在这摆着 首发和替补的差距不算特别大 可以持续的对对方保持压力 这边刚说就要做调整 实际号陈彬彬 这是一位优秀的异位 让这个 贺冠下来 对 让这个阻力球员再休息一下 比分都在这儿能 是 所以就要更多年轻的球员上来 能适应更多适应比赛 没错 陈彬彬在新赛季海港的U23球员里面 他的经验是最丰富的 去年一支好多场首发 对 而且呢 李铁知道新一届的国家队啊 据说要扩充二十人的大名单啊 其实也在观察海港队阵中的一些球员 所以这种比赛对于他来说 也是好机会 好多球员其实都在这份大名单里面 拿住球 阿脑自己带头上去反抢 前两天全队给他过三十二岁生日 其实也希望他能够去逐步取代 托尔克离队的这个进攻开火拳 反击来了金门火 看怎么处理 直接打到门前了 稍微有些急 上连人太少 也是体能啊 这个足球场上千变万变这个 体能得需要一段时间去准备 短时间谁也完成不了这件事 而且我们赛前看过两队的这个休赛期转会 在转会市场的身价评估当中的天阴队全队的身价是四百二十三万欧元 中超最低的甚至低于两支中甲的热门啊 武汉三镇成都荣城 海港的总身价是四千五百四十万欧元 换句话说是天津队的十点七倍 中超第一 这就是双方纸面的硬实力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余根伟这不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你这柴火和炉灶都没有了 对于他来讲 对于天津球迷来讲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心理准备 天队对于这个判罚感到有些不满意 其实双方纸在身体接触上互相都有动作 聂涛是09年升入天津一线队的 亚冠首秀今天是他代表天津队的第一百零一次出场 又来了定位球 腾上关线就怕这种情况 对 全身贯注来防 还是开一个战术 那这次金门虎防的不错 对 王老老说了就是一线的进攻手押进去 带走你防老人然后点头点空出来 对从后点绕住个人 其他点头点空出来 所以说一般在这个小球区域接和盯人那种防守当中 在点球点那块一定要放一个防守人 你不管有没有人 有个固定的人应该站在那里 因为对手一看你 要是站一条线的话 他就会在第二层线上有一个进攻球员在那 是打层次的 对 母仪 母仪 进区里面是一个二对二 这个局面对金门虎来说非常危险了 远端呢 这个李文君应该也是空的 是 这球刚才也就是没给过去啊 给过去估计这个比分还要感谢 嗯 所以说 对中小线这个次数人的压力一定要给到 对 如果给不到的话 你进去里面 球一定要进去里面 我们中备基本上 作用就不是很大 是 我们可以不断持续来关注湖鼎 卡达尔和阿脑的这个对位啊 包括其他中卫的防守覆盖 对 顾尔一直站在这里啊 洛贝斯阿脑又是一个几乎重叠的站位 远端再套了 给到远端 底下 前秒奋力的争抢 吹了吕文君犯规 吕文君呢 也是陪伴上海队走过了第16个年头了 有望完成职业生涯一人一成的壮举 而且来科呢 其实海港队编路有很多年轻球员 包括陈冰斌啊 也都可以用 但是在训练赛里面发现吕文君 执行体系执行得非常好 所以把这位32岁老将重新派到手法 他带海港这个整个目标和任务不太一样 他是正惯 所以每场比赛不是说这个队员能不能用 他必须得定用 必须得非常强 对位的时候跟队方不能弱下来 所以说可能吕文君就比陈敏敏的这些年轻学员更有经验 一对一对抗能力更强 今天正好也赶上了阿波拉罕哈利克 作为U23的球员 只有19岁 能够顶一顶 阿波拉罕确实在中场 双手和覆盖面积在 而且他执行力很强 相当的强悍 19岁1米86的身高 奥斯卡 这边三人的甲房给过去了 局配合先给对抗 看刘文君 这下漂亮的篮组 来自于从政 安老托一级今天第一场 几乎进了上赛一半的球了 看看这个赛季 有没有机会突破自己 单赛季联赛的进球记录 1516赛季在斯多克城 1718赛季在西哈姆联 单赛季11个球 还是前点 头球100到门前 金平湖的解围 反顿 巴顿 带两步 有机会起速了 来平速度 停一下 但是这就是阿波拉罕的特点 小伤认 上岗其实可以注意一点 我们也可以注意一点 像那个阿波拉罕 这种年轻球员呢 有时候在球场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可能是对这个金萌虎的比赛 出现了这个丢球 但如果说要对着什么恒大 他在这儿丢球可能就会犯了一个不可要述的错误 可能对方一个反击就可能会先丢球了就变疼 这边金门虎连续的换人把从政也调下来换上杨万顺 另外呢队内的金欧两名外援另外的一位伊洛基 来自于刚果的边锋也替换上场了 他这边没有拉住奥斯卡 奥斯卡现在风投正胜 今天单场四次助攻 他直接剩下第一次助攻单场大四系 刚上场就拿着黄牌 对 没有办法 他来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了 他拽了十多米 但是拉不住 远万顺吃到一张黄牌 海港队也要换人买提江 天津的旧将 准备登场了 换下了今天梅凯尔托勒克斯 帅提江曾经也在天津队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最早是帕切科指教的时候把他牵过来打左后卫 后来史蒂克呢改造成后腰真的是踢出来了 他真是万机友 他除了这个中锋没踢过 什么拳也没把过 对 所以其他位置都尝试过 没错 这群你肯定比较了解 对 左脚 奥斯卡还在突 阿闹在做 奥斯卡是不想停 前场高位压迫的反断 左边李文君一直在等 内部再给奥斯卡 脚跟改脱 他是想自己进一个 但这下阿闹托勒克斯的产球肯定是一张黄牌了 那这个赛季对于阿闹来讲呢 他首先做到了一点就是改变心态 很多海港球迷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下飞机 刚下飞机就吃快餐去了 那时候觉得说来中国可能踢的舒服一点 现在开始在俱乐部的帮助之下呢 注重饮食更加的职业 今天不光是进攻 在反抢这一块做的也很积极 他去年确实到后来体能也出现了一个问题 而且那个赛区的天气也确实太热了 对他来讲这感觉也烦躁 这球员有时候到时候体能一下脏 自己踢的带不顺心的 他就容易非常烦躁 没错 尤其像他这个级别的球员 可能对自己表现不好 很不能原谅自己 是 他也意识到自己是时候去撑起霍尔克离队之后的进攻大旗了 对 现在今年可能通过训练就会好很多 看看就到地区里面 李文君直接起 再给 内部的空档还是需要这个中卫 再去多关注一下这个空档 所以说海港这个赛季初啊 这个提前集结 早到的备战 确实在体能上和天气队鲜明的反差 是 所以现在看出场这几个 像鲁能 那个不叫鲁能了 现在叫 泰山 泰山 现在泰山 包括这个 海港 都是 出场这几个队伍当中 准备的比较充分 是 加上人确实也很厚啊 对 这两个球队人也比较厚 好 好 再转 王神超说回来 李昂 对方的逼抢之下 把球传丢了 再来看 今天的大部分的进球 都是这样完成的 边路传中 中间拿到机会 这球直接笑纳大理 完成了帽子戏法 我说在球队里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看这个海港 为什么 其实洛佩斯还有些体能 还可以再跑一跑 但是阿老呢 可能体能下降的比洛佩斯要大 但是教练在这个时候 会把洛佩斯坏了 而不换阿老托维奇 有时候这个就是 球队当中能看出来一些斗 就是说 阿老托维奇 就属于那种 战斗运用比较强的球员 他自己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 他如果说不是自己想下场 或者是精疲力尽 实在是动不了地 你给他换下场 他可能是不愿意下场 要不然是不高兴 对 他会非常不高兴 会影响让他下一场比赛 没错 当然可能是一个场上 比较情绪化的球员 但是现在来看呢 这个情绪是向上的 对对对 你得 就是说 这个教练就是心理层面的事 就是说 你得让他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 你不能让他别的感觉 你怎么给我换下来了 可能对他以后的这个比赛是没有绑住的 确实 难得今天是踢爽了 对 就好好地找找感觉 对 让他找找感觉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这下聂涛的过人 制造对方的犯规 是叫沈彬彬 看到直播间有天津的球迷在问 曹阳正的情况 曹阳正没有进入到金门虎第一阶段的大名单 但是随队来到了赛区 后面可能还是要等待机会 看看定位球 开起来 头球没顶到 后点再摆过来 连续的征顶 海港的解围 这下解围之后 天津队队员这个出角 有犯规的嫌疑 看上去可能是巴顿 球已经出去了 自己有一个轻微的踩踏动作 小的动作 现场在公布到场的球迷人数 首轮四场向球迷开放的比赛之一 能够重新赢回球迷 要感谢每个为此付出的人 要感谢场边和屏幕前最可爱的球迷朋友们 新赛季中超咱们换新登场了 海港队继续投入进攻 莱克指着奥斯卡说接着船 再转 奥斯卡今天是全场飞奔 奥斯卡没想跑动都不少 对 他职业上有过几次 单场助攻帽子戏法 但助攻打四喜 单场真的是没有 胜压第一回 比分上的差距 这种上广体的很放松 已经开始了 是 金本虎这边伊洛基上来之后 没怎么拿球 伊洛基属于一个纯扁路选手 是 他的巅峰期是五年前 在法甲南特 那个赛季 单赛季有个六次助攻 那上赛季在苏鲁东吴和四川队 中甲加起来也没进过球 所以中场时候有和王志导 聊到过这个外援的问题 王志导也指出 确实是因为最后是个 没人了啊 现在来个人先用着 是 就他在中国了 所以可能就具备这个报名 可能然后就报了 积极的上抢 好 场边继续换 连换三人 十少李胜龙 三十号 贾伯岩 都准备上了 这边把主力换下来休息了 换下木医 把这些三十岁以上的老将都换下来休息了 海港当初只花了不到五百万欧元 就买到了顶尖的亚外 阿朗托贵奇 今天上一个帽子戏法 现在可以开心的下场休息了 这样的话天津队成为他职业生涯 进球最多的球队 对天津进过五个球 在他的生涯里面和南普敦和厚芬海姆并列 同样下场的是奥斯卡球队队长 生涯第一次单场助攻大四起 三个外援全换下来 一落鸡上来抢一下 拿回球权了 再给聂涛 连续的传递 一个三对三的局面 这下球没传好 背后有犯规了 三号贾薄言 这是一个U21的球员 锻炼年轻球员了 在前面就是贾薄言 李胜龙 那李胜龙呢 确实是当打之年 这个前锋最近两年呢 不断的有机会出场 走走走走 李胜龙有他的问题 身材不是特别高大 在中锋位置上有点容易吃亏 对他是很积极 他可能更适合踢两个前锋 对 双前锋 前面有个人帮他顶着 海港队对于李胜龙的使用 实际上之前做的不是特别好 上赛季给他喂了103次高空球 是国内球员里面第三高的 但他的接球效率很低 第一次出球啊 质量啊 都是 对 其实都是跟这些什么阿脑 这些顶级球员应该学习的 是 看看莱科对于他是怎么用的 更多的用脚下 还是接着用他的这个高空 再起 这个时候金门虎的防守压力呢 要稍微好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外援下去了 大拳 海港是一个全滑弯了 新赛季呢 单场可以上四名外援 天然队只报名了两个 所以在第一阶段肯定是天然的烈势 但没有办法 这就是球队重建之后的现状 当然新赛季中超的赛制有一个变化 所有球队都要打满三十轮 希望能够避免上赛季天然队 赢了一场保级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赛季金门虎呢 还有很大的机会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下赛季中超要扩军 对 所以这个附加赛呢 不是和中甲最强的两个队打吗 没错 就是说对中甲的这三四名 可能强度就是会弱很多 传起来投球 这下也很有威胁 传球的是天津的旧江买提江 买提江 买提江脚法也不错 嗯 角球任务质量也比较高 而且金门虎这边要后场出球了 这种可能适合战术实力底子强一点的球队啊 但是你得练过 得练过 你得练过 得练过 你得练过 这倒是 从后场组织进攻 得练过 你得练过 这倒是 得练过 你得练过 这下滕尚昆的扑救 正好打在洛佩斯面前 然后一个轻松的摆脱 过掉了宋岳 今天也提得很开心了 上赛季呢 一度有长达101天的进球荒 整个上赛季进了五个球 今天就拿下两个 因为那会儿阿脑来了之后 他就被迫跑到别路去了 对 就离球门远了一些 那我们看到 相比配二使用 莱科对于洛佩斯 他喜欢把洛佩斯放在阿脑的身边 一个重叠 对 经常两个人一起去包抄 这点 就像王老师今天多次说的 对于金门虎的防线 给了巨大的压力 嗯 他没法防 因为洛佩斯抓不到 结果经常是三个 宋岳 卡达尔和李松毅 三个人盯阿脑 一个人是 然后洛佩斯一直是在空地 两车一直在游 一直跑 到边路 陈明斌 想展示一下个人的突破 传起来 力度差了一些 不过金门虎第一时间也没有把球破坏出去 在后场这边倒 好 一个产抢 边才举起了 反归 放到了高佳瑞 有点危险 是 这下买提江这个鞋钉呢 其实也是亮出来了 是是是 其实有点危险 严格来讲 其实是一个防盘动作 好 踢到这个时候了 看到这部间有很多朋友在发弹幕啊 对于最后比分都有自己的一些感想 那中超呢 上一支单场竞胜对方六球的球队也是上海海港 在19年的12月6比0深圳 当时阿老托维奇那场比赛是大四喜 那中超单场最多的一场球啊 比分最大的一场球 18年的3月 8比0 大胜大连 这支球队也是上海海港 这几年上海海港 包括之前前几年上海海港 投入确实是很大的 他买的这个外援呢 包括都是属于世界顶级球员 不是说亚洲级别 都是世界顶级 而且考虑到海涨队有这个大比分领先不放松的这个历史啊 所以后面金门虎还是得要小心防线还得绷住 球队职业精神还是比较好 比较尊重对手 无论体诚几比几 他都要持续的比赛 对打好自己的比赛 我是要去挣更多的精神球的 其实这也是对足球对对手的一个尊重 没错 如果说这时候他玩上了 反而到其实对足球和对手不是一种尊重 到边路 队友在接呢 跑位有点重 买提江在这个阵容里面算是经验丰富的球员了 闻一下局面 老师超 你看莱科对防线身后的接应还是要求的很多 是 在我们这个金门虎的防线身后 有好多海港的球员在这接球 有来了 推过来到中路 投球一甩 江江偏抽了门柱 海港队错过了扩大比分的机会 14号李胜龙 我们提到过他的争饼问题 总是他 他对强点的一个感觉挺好 但是这投球基本对不正门 他这个比较不容易 但是这个 李胜龙其实他这个强点的感觉是很好的 这个 就是最后临门这一下 今天也可以一带带练吧 嗯 这个就平常多加长点位置训练 啊 位置训练 门前多有一些投球的感觉啊 脚下的感觉啊 来改变一点 但更多的其实还是天赋 有的人他天生就具备这个天赋 门前的感觉 没错 本人超投球 第一时间直接传 这个想法不错啊 比较撩传 但是没有打者 有点想当然了 镜头给到了今天先发表现都不错的海港队外援 沐一呢 虽然呢 今天没有进球 但他在场上的这个无球跑动串联 得到了王志导很大的肯定 他那个频繁那种差上额 对防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中超这些队啊 看强与弱 就看谁能把球传给守护员 谁传的次数多 谁就是抢队 现在我们的中超赛场呢 讲究船空啊 讲究十一人都要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 他强力队他必须得有 手边必须得回踢球 他参与到进攻里面 他在进攻有球的部分才可能多人嘛 是 这是向欧洲足坛先进的基站术做一些靠拢 现在门线型的门将呢 不吃香了 是 你的活动范围一定要大 他这个年代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节奏越来越快 足球 然后攻手转换 给你的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说你想进攻的话 可能从守护员那里面 那个地方是发起来想吃最容易最简单的方式 今天这个比赛对于 呃 参与来讲呢 压力也不是很大啊 唐盛奇 嗯 没有什么难度太大的 判法是 好 李扬继续在场上熟悉球队的体系 那这下应该是预为在先了 天津队呢 在后面的比赛啊 第一阶段要打长城亚太 河北大连人和武汉 就对于很多天津球媒来讲 可能第一阶段啊 进球啊 拿分 拿一分 我觉得也是胜利 从第一场那种体能表现 包括这个摩河呀 各方面来讲 就进球也不最重要 能拿分是最重要 能拿几分 是几分 是 对 才保证不输球 最好的得分窗口呢 在这个三四轮啊 对河北大连人 可能对大连人会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一定要 赶紧把体能拉上来 我真的不觉得金门虎 今天的比赛完全是输在了这个 个人能力 前二十分钟给我们带来的观感 还是相当顽强啊 是 其实如果说在体能上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谁踢谁都是很困难的 关键就是说在这个绝对的体能和其他因素的差距面前 人斗志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没错 有时候这就不是咬牙的事 对 双方在同一起跑线上 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踢谁精神咬牙 批评都可以 如果说差距太大的话 你咬牙你 因为明显感受到二十五分钟啊 那个节点就是 还能够一直在从容不破的高压 给你去施加压力 你明显是想防 但是已经就是 脑子想防 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对 防守强度一下下降了非常非常多 是 前面上步是有三分钟的时间 中场有空档 自己带拖 转到右边 沉迷边上来 边路最后也带套 比谁还没有给尝试内切 内部塞过去 进攻打的速度很快 海港还是这个 发球很快啊 是 要把球能控制在脚下 给个对抗 球断下来了 巴顿 左右两边都有队友 看怎么给 推一个直线 单对单 但是这个球呢 卫阵的站位啊 还是比较稳 金文虎中前场脱节了 一个长场给过去 打防线身后 卡大尔 这几分钟很开放 开放了 一落机的机会 给他空间 看能不能起速 绝对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踩个单车 先方也上来 对他还是足够重视 到内部 推 这球也确实不好接啊 李胜龙交队友 成功的上抢 在最低松毅 再转 上天不是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最后是个选择控制局面 最后是个选择控制局面 来说相当出色 边路 陈面斌 下面场一度天队是攻出来啊 想尝试创造一些机会 但最后还是没能够顶住 这边内部 马蒂江观察 起球 传起来 到后点 还有 进队多点包抄 接着起 再投球 李文君 大脚解围了 陈明明上来之后 打球很放松 但也丢了两脚 看看反击 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再转 插上的队员很多啊 金门虎全知道 这个球结束了 可能比赛就结束了 中间转到八顿 到红顶 西内部 伊洛基有机会 先停 西加大门 球进了 一比六 伊洛基帮助金门虎 打进了晚辉 颜面的一球 也是新赛季 天津队的 第一个进球 最后十个这个丢球 海港队啊 我觉得从来科到严峻林 肯定都是不满意的 教练已经表现出了很不满意了 但是 这段时间 海港队最后几分钟 确实也很傻的 整个阵型啊 对球的球权力的控制啊 都弱了一些 是 对球有点松 那也是金门虎最后 插上投入进攻的兵力很多 传球的选择很多 刚才咱俩聊的 最后几分钟 双方都开放 开放放松了 战斗化 主战犯一声哨响 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了 天津金门虎一比六 赋于上海海港 上海海港 踏出了自己本赛季 中超征冠的第一步 一场大胜 而余根伟 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 我们都知道 他未来的路很难走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希望金门虎 在他的率领之下呢 能够一场比一场好 而海港队今天 封线多点开花 奥斯卡单场四主攻 生涯最高 奥特维奇的帽子戏法 所有球员都进入到莱科 全新的体系当中 这就是好事 请王长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战术 其实下半时 海港并没有什么更多的 这个多一些的战术表现 还是从内部 利用中锋支点 再分边 然后传中 最后达成射门 都是以这种 这球其实可能说 金门虎也是因为体能力下降 在后方线上一个很轻易的一个 拿球挺大了 被这个阿脑得到这种机会 但基本上这种战术还是一样 跟上半时没有什么更多的这种 这种战术的改变 还是一样 只不过下半时更多了一些 从中路上这个阿脑托维奇 支点的这个作用 他跑出来接球 然后利用一下他 再往身后打 有空间 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 全场比赛结束 各位也可以看到 两位老师身后我们的大屏幕 双方的球员也都在感谢 各位球迷的到来 为他们的加油助威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 上海海港的各位球员 在感谢球迷的支持 当然其实对于天津金门虎 这支球队来说 在最后时刻打进了这一球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新赛季的手球 也是一个开端 我知道怎么来看 今天这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其实没出什么大的意外吧 就是说大家可能都已经预料到是这种结果 在比赛前 双方的准备程度不一样 包括这个球队的实力也相差很大 所有所有一些一些都在比分上表现出来了 那其实对金门虎的这场比赛最后能获得一个进球 其实别看这一个进球 对这支球队来讲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对是信心上的一个巨大提升 刚才网上提到的双方的差距在数据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体现 在热图方面 在这个进攻比率方面肯定是全方位落后的 对对对 能进一个 我觉得天津的球迷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很多天津球迷给我大家的印象就是知足常乐 这个球队本来已经没了 所以这个赛季对于天津球来讲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活着 从无到有 涅槃重生 这是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一个过程的事情 第一场比赛可能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所以第一个进球 我觉得卫智球队会带来一些精气神上的提升 未来也希望看到一个位置找能够卫智球队做出更多的一些调教 这个球的确是意义非凡 但我们也看到其实梁老师也提到了 这支球队其实在三月份 或者说这个集结训练的时间不长 对于球员来说 适应这样一个高强度的比赛 体能方面是一定的要求 但我们看到天津金门虎各位球员 其实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 这就是天津队的整个队伍的一个气质和风格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津队的一个赛后采访 先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 这样一个比赛的失利 首先我们这个队很不容易吧 因为大家从训练到现在比赛 可能时间磨合的不是很长吧 加上我们人员上可能有些困难吧 然后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可能想到今天结果 不会是这个好的结果 但是还是要按照教练的部署去完成吧 可能丢了很多的那种传终 然后头球破门 因为球队其实集结的会比较晚嘛 然后今天整场比赛 踢下来会不会觉得体能方面呢 会有一些劣势 对于我来讲其实还好 我一直因为我包括我来队也比较晚 我的东迅其实也算是一直在跟着国安踢吧 然后体能 我自己的体能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因为队里毕竟集结的时间比较短 然后大家的体能可能都参差不齐 然后比赛的困难肯定大家都预计到了 在赛前余师导有没有特殊给大家布置一些 或是需要大家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来面对这样比赛呢 教练就是让大家放开踢吧 然后其实也没想到今天会是就是这么大比分输吧 因为我们想的是 我们还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吧 然后但是最后结果还是大比分输了吧 之后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会大家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心态来面对之后的比赛吗 对肯定要因为困难就在眼前嘛 所以就还是下一场还是拼吧 因为我们前五场的对手 可能上岗比较算是最强的对手了 然后剩下的可能我们还是有针对性的部署 可能想拿分吧 我们看到了巴顿这样的一个采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海港的赛后采访情况 获得了一场大胜 评价一下自己和全队的表现 首先我觉得先祝货一下我们球队吧 然后在今年联赛第一场也是最困难的一场比赛 然后取得这样一个胜利 然后因为这场比赛赛前我们也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也预料到了对方是密集防守的一个就是一个战术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场上面对这样一个对方 摆了一个密集防守以后 我们也踢得非常的有自信 这也是因为我们赛前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我觉得这一场胜利不光献给我们自己吧 也献给所有到场来支持我们的球迷 因为大家等这场比赛 就是今年联赛开始已经等了很久了 所以说我也希望用一场精彩的比赛来我献给他们 这场比赛也是这个新任主教练莱科的中超首秀 然后觉得教练这场比赛布置 是不是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这样你说的 因为我们赛前之前前两天一直在练针对对方 就是在最后就是说在后面就是打那个一个摆大巴的一个阵型 所以说我们在场上有碰到这种情况以后 我们也非常的有准备 所以这也是教练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以后 我们因为互相之间也互相在磨合 所以在接下来每场比赛我们会 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 今天阿脑也是进了三个球 此前球队也是给他过了生日 觉得阿脑今天发挥怎么样 我觉得他已经用一场非常完美的表现吧 也用进球来献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我觉得我相信他会用更好的表现 为我们接下来每场比赛去进更多的球 好 感谢王老师 那我们反观上海海港在今天的比赛拿到了六例进球 也是来到赛季的一个开门红 还是请梁老师来分享一下 觉得今天上海海港的各位球员的表现吧 应该说这场大胜是他们应得的 是球队整体的赛季前拉链 备战的一个全方位胜出 我们说足球场上的很多东西 都是全方位的一个体现 当然到比赛当中呢 其实王老师也多次在开始的二十分钟啊 作为一个进攻手的嗅觉啊 王老师已经多次指出你的三中位的空档 要早点解决 确实上岗一直在频繁的做一件事 可能我们应对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快一些 但确实这几个球员的外援 前场的几个外援的个人能力 确实可以决定这个比赛 他们也完全有能力在这种打法下支撑下 可能会进更多的球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更多的 因为两个队本身不在一个级别上 所以说确实很难 对金门虎来讲 包括他的安排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确实也扛不住这个事 三高这几个外援确实是能力确实是太强了 每个球的走向啊 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 所以海港队可能在来客的调教之下呢 会在赛季前期打快 打边路 我们看到打边路这件事了 但今天说句老实话 因为天然队防线呢 自己的这个调整不够快 所以海港队他也不需要变招 不用 我就这一招先 这场比赛我吃变是没有问题的 他一直都没有变过 一直都是同样的问题 对 就是船中打内部投球 反正你也没有调整能力 那我也就干脆就接着往死里 照这一点去针对 他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而且就是其实上岗球队现在提的更欧洲了 就是整体和团队更多一些 包括这压脑和这个路费斯 对整个团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